中国东北地区刚刚从新冠疫情当中走出来 突然很多社区又接到通知 要把阳台全都封起来 并提醒市民不要触碰掉落的鸟 微信里有很多视频都在传 说这个是为了预防朝鲜刚刚爆发的新冠疫情 担心一些鸟把病毒带回刚刚恢复正常的东北 这个说法能让很多人不知所措 这么防茧起来有没有终点了 而且还有一些网上传的视频是大白们 抓住农贸市场里的鸡 从他们的口腔里采样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测核酸测过了头 实际上这都是误传和误解 比如说那个防范飞禽的通知是确实有的 只是防的可不是鸟身上携带着新冠病毒 真正防范的是禽流感病毒 而给基座核酸采样也不是去测新冠病毒的 而是去测禽流感 并且还不只是要测是否是阳性 还要确定禽流感的亚性 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禽流感 简单给您一个结论 今年禽流感的规模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的人类感染的病例 但因为影响面过大 会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和部分宾威鸟类的灭绝 一旦没有注意预防传染到人的身上 情况可能会无法收拾 2022年5月26日 《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新闻 对今年这次禽流感发展到目前的状况做了总结 有这样几个要点 首先这次禽流感的毒株是H5N1 爆发是从2021年10月份开始的 到2022年5月份 已经有几十个国家上报了3000起家禽感染的事件 已经扑杀了7700万只家禽 除了家禽之外 还有40万只野生禽类的死亡报告 在这次之前最大规模的爆发 是2016年到2017年那次 这次的死亡跟扑杀的数字 大约是那次的两倍 各国都很重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流感病毒 是怎么感染鸟 感染人和感染其他动物的 禽流感病毒属于甲型流感 病毒是球形的 球形外壳上 有很多大头只一样的刺突 这些刺突按功能可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血凝素 简称是HA 它的作用是和细胞表面物质抓握住 抓的那种物质是细胞表面的破液酸分子 抓住之后才能把病毒的外壳 跟细胞膜融合再进入细胞 还有一种叫做神经氨酸酶 简称NA 它的作用是 当被感染的细胞按照病毒指令 在细胞的内部制造出更多病毒之后 这些病毒会从细胞内部往外涌 涌出的最后阶段要和细胞膜分离 NA就负责切断病毒跟细胞膜最后的连接 然后那些新制造出来的流感病毒 就可以飘到细胞外去感染其他的细胞了 流感病毒的名字通常都是H级N级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H5N1 H7N9 后面带的那个数字就是对血凝素HA与神经氨酸酶NA 它的类型号码 现在发现的H一共16种 N一共9种 于是H跟A配的一起 在理论上一共是16乘以9 144种 这144种就是甲型流感的全部种类 不过在人类实际临床中 没有发现全部的搭配组合 具体统计是这样的 在人类中 H一共出现过12356790 N出现了126789 在猪身上 H出现了123459 N出现了1和2 但是在鸟身上 H1到H16都有 N1到N9都有 大部分流感病毒对鸟类来说 都是不痛不痒的 感染之后的鸟类都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他们会携带着病毒 又因为不少鸟类会长途迁徙 就会把病毒带到几千甚至上万公里之外 在南半球流行的一款禽流感 就会在一年当中转移到北半球 感染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粪链 禽流感对鸟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消化道 而鸟粪又是食物链中容易被其他动物触碰到的 比如一些南美国家跟太平洋岛国的国民经济支柱 就是鸟粪加工之后的肥料 有时会出现一只鸟同时感染多个不同类型流感的情况 然后不同款式的流感病毒就会互相混合 产生新的变异 具体过程就是这样的 流感病毒那个小球的内部的基因组 一共有八个片段 分别编码八种不同功能的蛋白质 其中三个片段与病毒RNA复制功能有关 另外两个就是咱们刚刚说的H和N 还有两个分别编码病毒的合一壳机制 最后一个负责调控宿主的免疫反应 如果只感染了一种流感病毒的时候 尽管RNA序列上的信息会有变异 但是这个变异在规模和速度上并不会很大 而当一只鸟同时感染了两种 或者两种以上的流感病毒之后 两组不同的八个片段 会发生段落与段落之间的重配 重配出的八个片段 就容易和之前感染的任意两种流感都不一样了 而且重配之后 也许突然就能从不能感染人变成可以感染人 比如2013年发现的禽流感H7N9 就是一种对人比较危险的新亚种 在中国造成了134人感染 其中37人死亡 这死亡率算一下高达28% 全球感染这个亚情的死亡统计率是39% 这都是远远高于新冠的 后来经过两年的研究 证实这个新亚种是三种流感病毒重配之后的结果 分别是只能感染鸟类的H7N3 和只能感染鸟类的H7N9 与家养的机身上的H9N2重配而来的 鸟类超强的迁徙能力 跟他们身上流感病毒亚型的丰富性 也会让一些对鸟来说也是致命的新亚型涌现出来 比如说H7N9跟H5N1 对鸟类来说都是具有很高致死亚型的 也就是说禽流感并不是每一个型号对鸟类都是低风险的 一旦农场里的鸡感染了高致死率的禽流感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扑杀 因为即便不扑杀 最后农场里的鸡死亡率也会接近百分之百 这次禽流感爆发之后 对美国跟欧洲的影响最大 产弹鸡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五点三 鸡蛋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四 鸡蛋价格上涨了四分之一 欧洲更是上涨了百分之五十 而且这还只是开始 因为参考2016年那次禽流感中鸡蛋价格的变化 那次鸡蛋在半年内的价格总共上涨了百分之五十 这次扑杀的规模还是上一次的两倍 再叠加近期对欧洲来说很严重的 小麦跟玉米出口大国乌克兰遭遇了战争停止了出口 饲料价格猛涨 天然气价格跟人工成本也在同期上涨 所以不乐观的估计 鸡蛋鸡肉鹅肉鸭肉都会猛涨一段时间 当然这都是国外的情况 H5N1禽流感在中国目前没有大规模的传播跟爆发 其实中国每年也有禽流感零星的案例 扑杀的规模从几百到几万只 只要是能把传播源头切断 就能防止大规模的爆发 这也是很多人此前在微信里看到的那些视频 大白在活青市场里给鸡踩上核酸 他的真正目的 除了对食品价格产生波动之外 对鸟类来说高致死率的禽流感 也是压死宾威野生动物最后一根稻草 比如说H5这个朴系 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演化出了2.3.4.4这个分支 在这个分支出现之前的H5朴系致死率并不算高 而现在这个分支就有了高致死率 比如说2021年底 这个朴系的感染 曾经导致了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上10%的藤湖鹅死亡 这种宾威动物的视频 大家可能在很多动物科普节目里都见到过 小鹅刚刚出窝的第一天就要从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跳下来 它们凭借柔软跟有弹性的身体结构 再凭借足够好的运气一路摔下来 如果有幸没有摔死的话 然后再独自跑过一段沙滩 而悬崖下边的那片沙滩上 却等着很多捡便宜的狐狸 最后如果有幸跑到了海中跟父母相聚 才能继续展开接下来的命运之旅 这些场景让很多人看了 感叹生命的力量跟生存的残酷 而按照今年H5N1的发展态势看 藤湖鹅还要继续遭到病毒的重创 此外 斑点磁湖 百日鹤 地焰 也都是遭受H5N1禽流感严重威胁的 最后就是人类自己 目前可以感染人的禽流感 虽然有不少型号致死率都非常高 但是仍然只限于禽类传染感人 通常是清理禽舍跟宰杀的过程中感染的 而人传人的情况还没有出现 这一点也是很多流行病学家担心和研究的 因为一旦高致死率的禽流感能够人传人了 那影响会远远大于新冠病毒的 这个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法 也许是靠更高效的疫苗 也许可能是植物肉方向的农业 不论是哪一个 我们都希望这些成果的突破 发生在禽流感演化出人传人的能力之前 好 这就是本期的科技参考